明星陈赫现在很少拍戏了 一直在综艺节目里当嘉宾 对于奶爸陈赫来说 拍综艺时间短报酬多 还有其他时间陪妻子女儿是个不错的选择 陈赫近日参加王牌对王牌的拍摄 与王源 贾玲 徐征 沙翼组成睿智老男孩队 不过陈赫对老男孩这个称呼不太满意啊 4月6日 陈赫发微博说 王牌对王牌老男孩队 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 是不是Q错嘉宾了 陈赫这一连串的发问 想必被称为老男孩 内心是非常抗拒的 佩的照片可以形象说明这一点 陈赫身穿重规重矩的黑色西装 配上网格领结有一些俏皮 感觉陈赫的发型 配上这样的穿搭又回到了 渐渐的曾小贤时期 陈赫对被称为老男孩脸上 写满了嫌弃两个字 小拳头放在胸前蠢萌蠢萌的 陈赫照片又下方的动画表情满脸问号 显然更形象的表达了自己的情绪 其实小编觉得陈赫很适合这个称呼 即使已经结婚当罢了 卖萌耍宝和小孩子一样 陈赫因为婚姻问题到现在一直被黑 前段时间带女儿妻子旅游 再一次被就是重提 感情的事本来就只是双方的问题 现在徐静也开始新生活了 吃瓜群众就放过他们吧 对此网友纷纷表示 老男孩没毛病 也不能叫小鲜肉对啊 要不叫胖男孩对 小元当了老男孩都没发话呢 人家可是妥妥的鲜肉 都当爹了 没叫老大也对不错了 节目组很给面子了 看来陈赫对自己有误解 节目组没毛病 你认清现实吧 好